最近的疫情好可怕 小朋友一定常常聽到 大人叫我們千萬要小心 但細菌跟病毒到底是什麼東西 身體裡組織了什麼防疫大軍 我們又要如何戰勝他們呢 別擔心,防疫大作戰讓未來哥哥告訴你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未來哥哥 最近工作實在太忙了 每天好多人好多人找我看病 真的太累了 所以我需要有人來幫我 欸,這裡好像有一個節目 你們可以來幫幫我嗎 拜託 我需要有人來幫我打敗最近一個好強大的敵人喔 他的名字就是 追追追追可怕的心情冠狀病毒 如果有你們的幫忙我相信一定可以打敗他的 為了要一起打敗 我要推薦最愛看的一個神奇法寶 給你們看一下 登登! 他就是 神奇庫科學對抗傳染病大作戰 因為我們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欸? 說到這邊我有一個問題非常好奇喔 想要請問一下小朋友你們幾歲啊 8歲 9歲 12歲 你們年紀真的很小欸 因為我們今天要對付的敵人呢 他的年紀非常非常的老 你知道他有幾歲嗎 他活了已經46億年了喔 就比你們最喜歡的恐龍 還要老還要大喔 所以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難搞喔 基本上病毒就像是一個DNA或者RNA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當好學生的話 喔老師 DNA跟RNA是什麼 是去養核糖核酸跟核糖核酸喔 那你知道病毒長什麼樣子嗎 病毒他非常非常的小喔 大概有多小呢 你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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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的話 一百萬個病毒排成一列 大概就跟你的拇指一樣大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很小 為什麼是打噴嚏了 你們知道打噴嚏會跑出幾個病毒嗎 好 讓我用我神奇的特殊眼鏡來看一下 現在空氣中到底有多少個病毒 1 2 3 4 5 6 啊 剛剛好 不多不少600萬 是不是真的很多 多到爆炸了 所以真的要小心 我們體內其實有非常厲害的兩個白血球的軍團 當有病毒進來的時候 逼白血球軍團就會發出 逼逼逼有病毒來了喔 會提醒身體說 欸有病毒來了 各位小朋友要注意 如果是踢白血球軍團呢 當有病毒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一直努力的踢 用力的踢 把它踢出我們的身體外面喔 可是有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注意好力道 就把身體七的亂七發糟 發燒呢 就是跟人家打鬥的證據喔 首先 我們到公共場所 還有密閉空間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戴上口罩喔 還有我們如果去東西 去攻擊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就避免不要去 另外我們還要用肥皂勤洗手 因為有的時候啊 病毒會在我們的手上 然後你會揉個眼睛 病毒就跑進去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跟著我們一起做 就有辦法打敗我們最可怕最可怕的敵人 好嗎 打完噴嚏以後 要用手揉揉眼睛 放到嘴巴裡面吃掉 就能殺死細菌跟病毒 請問是 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 放到嘴巴吃掉 細菌跟病毒就更容易滑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就更容易生病囉 發燒是身體在加熱微生物 把他們殺死的方法 請問 真的 還是假的呢 真的 因為白血球在跟體內的病毒 幫細菌打仗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小心用力過磨了 就會讓身體發燒 所以他們打仗也是很辛苦喔 打疫苗其實就是讓身體被病毒感染 請問 真的 還是假的呢 正確答案是 真的 疫苗就是比較弱的病毒 它放到身體裡面以後 身體習慣以後 自然就有能力可以抵抗比較強大的病毒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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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